今天就和大家拍一條unboxing的影片 其實是我第一次和大家拍這些luxury items的unboxing 因為我都不小,我都二十六七歲 所以這麼多年來我都會定期買一些 designer brand的鞋子和袋子 其實也是要說一些 disclaimer,不是有任何炫耀的意思 因為我都一樣會買Zara H&M和淘寶 所以我都很喜歡把貴和便宜的產品混合 我覺得都可以是一個很漂亮的效果 但如果是袋子方面,我比較捨得在一些 designer brand 其實來到這個盒子是這樣的,是一個扁真的 是不是很不像放了一個袋子在裡面 它好像是一個大的公民袋子的盒子 其實裡面的袋子也是扁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個 因為我自己是第一次買Chloe的袋子 我以前小時候買過C by Chloe的,便宜很多 就這樣打開之後,它就有一個絨袋子 一個這樣的絨袋子 其實我覺得這個袋子也挺重的 因為我去專門店看過,我也覺得它很重 不過它就容量應該都OK 是一個白色的Chloe用袋子 然後再打開呢 就會是這個袋子 我覺得這個袋子真的很漂亮 是這樣的黑色的 好像又是扁的,好像公民袋型 其實這一兩年,Cucci也推出了 即是它那個走神袋子 即是很多人叫它走神袋子的那個袋子 其實都是差不多一款的 我會把照片放在旁邊 但我自己不是很喜歡Monogram pattern的東西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純黑色 接著的混合就是Sway再配這個leather 這個leather好像是小牛皮來的 其實我收到這個袋子也差不多一個多星期 還要拆,跟大家一起開箱 所以我這些真的全部都還沒拆的 那我自己就是很喜歡搭金色的設計 那這裡有它的吊牌 接著呢,我先拆了一些金屬扣 好嗎? 好漂亮,它就是這樣的香檳金色 那我看了一些外國blogger的review 就是我看了它們的袋子 都挺多人有這個袋子 他們就說它的皮 如果買兩隻都是牛皮狀態的 其實就很容易花 那其實我也預期了這個位置 應該都像是二花的了 都沒有試過買這個全Sway的袋子 那我就不知道其實它這麼大面積的Sway 即是鏡皮會不會很容易弄髒 那它這個位置就有一個暗暗的 有一個Chloe的Logo在這裡 它打開的方法呢 那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跟你們一樣 第一次用的而已 是不是... 對了,這裡是假裝的 這個就不是開的 那這裡就有一個扣 然後它裡面呢 就會有三格 它裡面放了一些紙 我拆了一些紙出來 拉鏈 它就是可以擠到 它裡面也是鏡皮狀態的 那就是有它的這個說明 即是它的保養卡 突然間很光亮 它就會有這個Sway的 有一個拉鏈的 那這個可以放電話 鎖匙那些 這個位置都很闊 大家可以看到 然後它有點像Celine Trio的那個概念 即是它又是幾層這樣 不過它就有一個厚度 它好像一些風琴形的 它有四層 一、二、三、四 對了,四層 但是真正擺東西呢 就是擺兩層的 因為它這個 剛才說的那個袋 就是已經佔了一層 那它呢 是不可以放到它平 因為它裡面這個位置 是 看一下給你們看 是這樣的 即是它裡面這個位置 是有塊東西的 所以就不會撐平了它 它怎麼都會 哇死了 突然間好高 來跟大家試一下 我用我平時的東西 放進去 可以放到多少 先放了 銀包 我呢 其實我平時上班 就用Celine的TrioPiece 所以我也是用這個Chanel的銀包 我放到裡面這個位置 然後呢 我就有上次WATZ買筆出現過的 散枝包 和鎖匙包 我打直放 就有我的耳機 上次都出現過的 然後呢 我就 今次應該就不會帶我 大的那個化妝袋 因為都很大 那我就會 一定帶Eclipse出街 放在外面 然後紙巾 然後呢 就粉餅 還有 Hand cream 潤唇膏 再加唇膏 三支 其實就還有很多位置 就是它現在裡面 應該還可以放到很多 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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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它的容量真的OK 因為我已經實在有太多小袋 所以我這個特地沒有買到小尺寸 扣完之後呢 現在中間的闊度就是這樣 你就會看到它眼睛開了那麼多 那我一會兒呢 就會出街 都會背著它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這個袋子的上身圖 那希望你喜歡我類似的 back reviews 這些分享 或者開箱 那其實都不會再有開箱 因為我真的不打算再買袋 但如果是其他袋子的一些 review 如果你有興趣看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那我就會選來拍 或者可能我可以在下面寫幾個款 的袋子 給你們看 你想看哪個先 希望你們喜歡這次的分享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喜歡我的facebook 還有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